其实家里到处都是宝,不信你往下看 一,就T恤剪去袖子,将下摆剪成流苏状 然后打结,注意不要交错 这样一件流苏背心就做好了 二,家里羽绒服上不要的毛领 我们在背面贴上双面胶 找一根不要的扫把棍,缠绕几圈 一个好用的鸡毛胆子就做好了 三,找一个购物手提袋 把侧面全部剪下来,剩下的部分这样展开 然后往上这样折三折,两边用肉绒胶粘上 下面的提手剪下来,从中间剪开 分别粘在两边和中间,这样就完成了 挂在门口放些小物件太合适了 四,再不穿的棉顺衣中间化正方形并裁剪 四周缝上花边 留一个小口翻过来散入不要钱的棉花 一个软棉的抱枕就做好了 五,将短袖对折,剪去领子部分 裁去两边 袖子下摆剪成流苏状 再一打结 一个时尚的包包就做好了 学会了吗?关注我学习更多改造妙招